光武朱镇 光武年二十八 拾起兵 三十一为帝 四十二岁西平群雄 六十二岁崩 再位三十三年 帝虽以蒸发纪大业 几国既定 乃退五成 而尽文立 名胜正体 总览权刚 量食堕立 举无过事 故能恢复前列 生至太平 长信南阳 惠宗世至久作乐 诸母相遇欲曰 文殊少时谨幸 与人不款屈 为之柔二 乃能如此 文殊帝字也 帝文之 孝曰 无至天下 亦欲以柔道行之 帝在冰间 酒宴五世 鼠平后 非紧急 未尝严军旅 被匈奴衰困 赃功马武 尚书 请功灭之 民见敌长 持至于义武之北矣 帝报书 告以皇时功绩 曰 柔能胜刚 弱能胜强 自是诸将莫敢严兵 碧玉门关 谢绝西域 保全功臣 不令以励职为过 收起兵权 皆以列侯旧帝 故诸将皆以功名自终 债尊先死 帝哀念不已 来戏 层棚 死封敌 许之甚厚 无汉 甲父 忠于帝氏 汉 直后少闻 而有志略 帝在河北 等于屡见汉 帝见轻重之 汉在军 获战不利 意气自若 帝探约 无功差强人意 隐如一敌国 美出师 招受诏 细则就道 集足 帝灵 问所欲言 汉约 臣于 无所知 唯愿陛下 甚无赦而已 甲父从真发 为常丧拜 帝曰 甲都有哲 冲千里之威 常战被重伤 帝今曰 我不令父别将 为其轻敌也 果然 师无名将 闻其父有孕 生子爷 我女嫁之 生女爷 我子取之 其父群臣如此 为马元死之日 恩义颇不忠焉 元常曰 大丈夫当以马格果失 安能死而女子守 交指女子侦策 真儿作乱 朱满应之 马元以福波将军讨平之 只同住于日南 表汉戒而还 武林蛮判 元又倾行 帝敏其老 元披甲上马 拒安顾系 以示可用 帝孝曰 绝朔哉 世翁 乃浅之 君治胡头 不利 元重蜀足 帝绪梁松有恨元 构陷之 收心习猴应寿 元前在交指 长耳意义 能胜胀气 君桓 载之一车 后有追赠之者 以为明珠 闻熙 帝义怒 得诸伯尚书 宋其冤 乃稍解 帝于脏罪无所待 大司徒欧阳系 常犯脏 系所受尚书 弟子千余人 守却求哀 尽不免 死于狱中 帝所用群臣 如颂红等 接种后正直 帝姐胡阳公主 常寡居 亦在红 红入见 主在平后 帝曰 燕言 父亦交 贵亦妻 人情呼 红曰 平见之交不可忘 遭康之妻不下堂 帝故主曰 事不协议 主有仓头杀人 逆主家 力不能得 洛阳令董宣后主出行 奴参圣 赤下车 隔杀之 主入宿 帝怒 赵宣 欲垂杀之 宣曰 纵奴杀人 何以至天下 臣不虚垂 请得自杀 即以投扣银 流血披面 帝令小黄门持之 使扣头谢主 宣良守聚地 终不肯辅 帝赤约 强项 令出 四千三十万 前汉末 趁为之学起 赴回天文历数 以预言后世 王莽圣上之 十人西指 真作趁文上之 好为扶命 以助莽之逆 光无亦或其说 用人行政 多以扶命决宜 万年封泰山 善良因 亦有感趁也 因下诏宣布 秤书于国中 如承环坛长吉言 秤之非金 帝大怒 以为非胜无法 致欲斩之 自誓秤书大众于世 语如书相为经纬 名如如马荣 正玄 皆采其说 王莽时 名得知事多饮顿 不识其路 光无出力 仿求其如卓茂 卓为太父 封包得侯 又真处世周党 盐光 党入见 福而不业 博士奏底之 帝曰 自古明王圣主 必有不兵之事 四伯 罢之 光常与帝同学 帝无色得之 累真乃至 拜见义大夫 不肯受 去 根吊于复春山中 东汉多清洁事 自此史 光无素浩如学 诸公臣一阶读书 有如者气象 祭平中原 首起太学 即是古典 修明礼乐 遂起明堂 明台 必拥 美诞世朝 日则乃霸 隐宫清郎将 讲论如书 也分乃媚 太子庄臣见见曰 陛下有羽汤之名 而诗黄老养性之道 帝曰 我自乐此 不为疲也